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张静凌 新北市在今天新增两名的本土干 其中有一人是亚东医院的护理师 比较令人担忧的是 他的感染源不明 好久没召开的新北疫情记者会又来了 因为17号新北新增两名本土个案 尤其其中一名是护理师 感染源人不明 这是案17967亚东医院30多岁女护理师 已经接种过三剂疫苗 12号裁剪还是阴性 15号快摘阳性PCR检测后确诊 但他并不是负责专责病房 到底怎么感染 还要等基因定序 匡列接触着79人 有71名病房医护和病患 到过的海底老板桥店大清销 毕竟桃源疫情 也在餐厅爆发群聚 丝毫不敢大意 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说要通知 名册照出来 然后给卫生局去复合 然后要求要去做PCR 去做检测 然后等到都确认无误之后 才可以复业 不过这名个案到过的地方还不少 包含圆柏中山店板桥超商 烧烤店服饰店 甚至北市科教馆 儿童新乐园都有他的足迹 然后还有两个小孩 那他是自己照顾没有托育 那目前为止他的 他有台北市的足迹 主要是他有带孩子到台北市来玩 而另一例新北个案 则是之前确诊的案17701 涟漪人爱院区护理室的男友 完整接种莫德纳 聚隔期间应转阳 新北本土加二 让市长侯友宜也得赶紧临时加开 亲自坐证防疫记者会 TVB的新闻张照华 崔仲群秋晚柔 李素恒新北台北采访报道 由于确诊的亚东护理师 曾经到过儿童新乐园 刚好当天有不少国小生都去了 北市府市紧急裁减 800多人 行动PCR裁减公车 开进北市国小部分小朋友 周一上课时间分批次来裁减 因为没想到四天前的校外教学 近汉案17967足迹重叠 他1月13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曾带着孩子到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 这么刚好同一时间 北市五所国小生也在那里校外教学 北市府下令禁忌裁减 17967的目前裁减人数有五所学校 我们裁减834人 五千国小严正以待 毕竟小朋友缺少疫苗防护力 今天一大早来就跟上 报告校长就请我们做校安通报 因为考量学生已经是考完期末考 所以请五年级的学生的科任课 通通在教室上课 各校启动预防性分流措施 尤其也不得不为最坏情况做打算 那我们已经召开全校的紧急会议 然后并且已经告知用搬来的方式 转知全校所有的家长 那目前我们也在等裁减 以及裁减后续的结果 那到时候再看裁减出来的结果 我们做后续可能是分流或停课 北师傅说若不幸 有阳性个案就会考虑停课 采检结果预计最快周一晚上出炉 我们有任何状况的话 学校都有群组 所以要不要到校门 今天晚上有结果之后就会通知 之前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所以都是 我们有结果就会通知他们 甚至早上我们都还可以来得及通知 有无可能提前放寒假 暂时不松口 这波足迹重叠 暂时未波及新北校园 美丽欧莫库来袭 台北市政府跟校方和家长小孩们 暂时得选着一颗心 TVB新闻李明慧 刘婷婷台报导 新北市推校园的疫苗护照 台北市希望接接中央系统 小朋友的午餐时间 市长阿贝突击检查 从打菜到价格版 疫情当前每一环节不放过 还有赏镜校园 如果没出示疫苗护照 不好意思不给劲 因为市长自己也必招办理 但其实新北所谓的疫苗护照 这是小黄卡啦 没带卡用健保快一通也行 不过同样想推疫苗护照的台北市 适用地点和使用方式更复杂 我们当然是鼓励大家 适用台北通啦 但是我们这还是一个多元社会嘛 你也可以拿小黄卡 但是我跟你我的经验你知道 我保证你用不到两三个礼拜 一定会搞丢啊 那小黄卡每天拿拿拿 哪一天就在这个洗衣机里面 看到烂烂的嘛 简单来说 北市的构想是透过台北通借接中央系统 到时就会有数位证明 量剂是绿灯 一剂黄灯 没打则红灯 方便工作人员辨识 而且只要透过台北通 一个城市搞定 若用健保快通或是小黄卡 得搭配十连制 但这些还得等20号跟中央开会 中央点头才上路 只是如果民众一剂疫苗都没打 强推疫苗护照是否涉及歧视 北市的疫苗护照 严下市推定了 7pp新闻 崔重群 换柔 李国伟 SNG小组 今天新增17例的本土个案 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跟西提相关的就有14例 另外有3例是零星个案 像有男子是因为车祸就医被验出确诊 城市中业坦言 最棘手的依旧是西提案 恐怕10号以后去用餐的顾客 还有未爆弹 那本土的病例有17例 那没有死亡的个案 创下淘基疫情以来 今年单日本土新高 其中多达14例都和西提有关 员工再多一位已经隔离 对社区影响不大 而顾客当中原先一家七口中 两名确诊同的妈妈和阿嬷 在医院同病房照顾也验出确诊 另外增加最多的还是1月9号 用餐的顾客多了8位 还有三位是和相关接触者也染疫 1月7号晚上确诊 1月8号还在一个空装期 那1月9号就往外走 其实就过了一天半 他就开始在传到第二波去了 没有看到1月10号 11号12号的相关的这些 被检验出来阳性的 其实让我有点担心 男友隐藏更多未爆弹 毕竟传播速度惊人 1年5到2天的传播 就造成第二波传染 但现在爆发的不止吸体案 三位这零星的零星的个案里面 一个是亚东医院的护理师 本土17例当中 有三例是独立的亚东医院护理师 要靠基因定序追源头 而先前仁爱医院染疫护理师 隔离中的男友验出阳性 至于案17970比较特别 因为车祸要住院 意外验出确诊 CT值高32 恩抗体确是阴性 后续复验看是否为就案 还有这一例也需要厘清 昨天所公布的17934 那是我们一个源头还不清楚的 案17934 因为女儿跟吸体攻读生 搭同车很担忧 母女都才检 结果女儿两次都是阴性 妈妈却是阳性 CT值30 恩抗体阴性 但第二次却又变阴性 不排除伪阳性 得靠复验才能进一步厘清 Tibet新闻联制 黄俊瑶旧宣SNG小组 台北报道 吸体新增的14例当中 有8位是9号去用餐 其中一家5口 包括了妈妈跟子女 4个人都确诊 还有去吃尾牙的 机车行员工也染疫 另外有一位呢 是仁保确诊员工的职场接触者 但两人是属于不同部门 目前由吸体所衍生出去的传播链 已经有33例 光南香场一楼 清洁人员拿喷管大规模消毒 桃园在公布新足迹 光中立就18个地方 包括咖啡天心巴克 家乐福通通去过 尤其吸体餐厅 清潮车必经过 因为传播链再爆出双位数确诊 包括新增的10多岁男员工 13号采音后居隔 17号一眼出确诊 另外1月7号用餐的 一家7口 祖母和妈妈二采阳性 9号用餐是一对姐弟 家庭聚餐被感染 还有一家5口 妈妈和三个小孩确诊 另外按17969 是机车行员工 当天7人到吸体吃尾牙 另一组是6位朋友聚餐 其中按17983 货车司机染疫 就连原先揪出确诊的 人保情侣 同职场一名女员工 也被裁剪养性 他是不同部门 所以我们才会采那么多 还没有做 就是抓到说 他们直接连结的点 只知道是在同职场 那当然有在公共区域等等的 都会有这个可能性 那也因为是这样 才会做这样的一个 大规模的停工 人保同职场裁剪 1595人 另外还有个电子厂 规模较小 眼未吸体群聚案 裁剪出案17973 女员工阳性确诊 等于餐厅内传播链 不包括行员 17号增加的 一员工时顾客 已经25人 餐厅周边衍生个案8人 累计33人 从展翼的可创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 西体这边大概有掌握 是347组的客人 尤其传播途径 还在厘清 有专家认为 最有可能从指标个案 女高伤生 人传人机会最大 各有可能性 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大家都一直都怀疑 人传人 或是空气的关系 或是物品的关系 举判大量筛检 揪出餐厅这条县里的隐藏个案 TVB的新闻中的黄晋银 特别报道 疫情还在扩大 可见OMERQAM的传染力惊人 就有医师表示 过去7天 全球确诊平均是高达了 242万例 几乎是去年的三倍 认为疫情 不再是以往的稳定攀升 而是迅速飙升 形成一堵 垂直的墙 就请伊伦来分析 随着农历春节的到来 很多人要赶快返台来过年 所以可以看到 这几天境外移入个案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当中 尤其美国入境的 确诊人数也是最多 这显现的就是 美国现在的疫情 相当的严峻 如果我们来看到一个数字 24小时之内 他们有135万人确诊 也迫下他们的单日新增 就可以知道 他们现在真的是相当的紧绷 甚至有超过15万人住院 确诊也占三分之一的 ICU病床 所以现在美国总统拜登 要来部署增援小组 除了美国严重之外 其实在全世界各国都面临了 Omicron这个来势汹汹的病毒 所以专家也发现 在过去的七天 全球的确诊人数 来到了是242万人 这比去年四月 其实高出了三倍 显现的意义就是 他这个病情 并不是稳定的在攀升 感染人数 现在是直直飙升当中 这当然考验的是 医疗的管理 有没有办法来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 台北上柯文州 是希望有防疫专责旅馆 避免让医疗体系崩溃 那你可以看到台北市 联衣中心院区的医师江冠宇 则认为现在国内的疫情 在春节之前 如果失守的话 这Omicron的病毒 就会形成一道 非常坚硬的强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他的感染人数 是直直的在飙升当中 不过现在看起来 蔡政府也拟定了一个政策 就是希望跟病毒共存 而不要拖垮经济 东京疫情持续升温 东京都在昨天 新增了4100多例 其中未满10岁的小朋友 就将近300例了 就怕无症状的学童 去上学之后 导致病毒杀进更多的学校 还有幼儿园 再把时间交给一轮 17号这天下午 指挥中心新增了 是17例的确诊案例 这也是这几个月以来 新增最多的一天 那其中也包含有3例 是未满10岁 有2例是十几岁的儿童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资料显现 现在儿童染疫的情况 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有专家发现在 全球的儿童染疫数字 从过去的2% 现在也增加到了7% 这让家长都很担心 因为儿童大多 都是没有办法打疫苗的 所以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看到邻近国家 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形 他们在1月16号 单日确诊其实是4172例 但是有294例 你可以看到 都是未满10岁的染疫儿童 那在1月12号的时候 是107例 1月5号 1月4号 也都分别有8例跟14例 那我们就很担心说 会不会直接扩散到了 校园等等地方 尤其现在发现 Omicron在儿童身上 其实很多都是没症状的 但也有看到 在去年12月左右 儿童染疫的数字 有时候是0 有时候只有稍稍的几例 所以怎么会突然 暴增这么多呢 东京都的防疫干部就说 他们觉得应该是在 这个元月过年的期间 日本的父母亲 有可能在外面感染了 然后带进家里来传给孩童 那现在在校园 如果真的发生群聚案件 他们也已经有了 最坏打算 就是不排除停客 在北京冬奥登场前夕 出现了低利的 Omicron本土个案 他去了非常多的商场 娱乐场所 还有餐厅 也增加病毒扩散的危险性 而当局是说 患者表示 曾经收发过了国际邮件 经过核酸检测为阳性 而他跟北美 以及新加坡的变异株 相似性还蛮高的 而大陆的国家卫健委 则是坦言 目前等于是面临 Delta跟Omicron的双重挑战 春运即将开始 跨地区人员的流动 还有聚集会大幅的增加 让防疫是变得更加严峻 北京疾控人员 三更半夜 套上全副武装的防护服 到住宅区大规模彻夜裁剪 如临大敌 就是因为再过 20天不到的时间 冬奥就要开幕 这时候北京却传出 一起Omicron确诊病例 还有一个快递员 来过这个单元 我们的他的 刚才自演参 下一步工作 就是社区 运人户中心的 可能会去采血 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应远进去了 要么送到去机构 现在马上就去做检测 被人应该会 120会拉走 拉到隔离点去 对 集中隔离点 北京一直严格管控 外人进出 就是要避免疫情爆发 影响冬季奥运举行 然而现在第一起Omicron确诊病例 就是本土病例 病患14天内 没有离开北京的旅游室 也没有接触过相关病例 找不到感染源 让当局很头大 再次企图甩锅给国外物品 以采集该国际邮件 环境标本22件 经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并检测出 奥米克戎变异株 特异性突变未典 不排除其境外物品 而感染病毒的可能 此外大陆春运 从今天开始围期40天 返乡人潮强碰奥运 更加大了防止疫情 扩散的压力 出现了病例所在的市 或者是区啊 就会停止发售 进京的车票 涉疫地区的列车呢 将会停开或者是减开 除了上火车前 得拿出48小时的阴性检测证明 北京再要求进返京人员 抵达后72小时内 多做一次核酸检测 为首都的疫情防线 多加一道城墙 而其他省份的车站 为了加快旅客通过 避免人潮聚集传播 还出动各种智慧机器 协助自动量体温 查健康码 还有清洁消毒 像我身边就有一台这样的 空气环境自动消毒机 它就可以呢 按照预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时间呢 在重点区域进行这个大气环境的消毒 而且它所使用的消毒剂呢 也是分为日间有人版和夜间无人版的 安徽合肥的车站除了自动消毒机 还用了62台地面清扫消毒机 同时清洁并喷洒消毒水 其他设备也由清洁人员 每两个小时擦拭消毒 务必让病毒没有机会跟着旅客走 只是北京旁边的天津 是最新的疫情热点 今天通报新增的163起 本土病疫当中就有80例在天津 天津体育馆内24小时 就建好了临时的气膜实验室 应付大规模全民检测 专家警告 不要以为Omicron症状轻微 就以为和感冒差不多而放松警戒 它跟流感不一样 它其实很轻的病人 或者是出现了没有症状了 但是几个月以后又出现了一些症状 为什么会这样不清楚 大陆坚守清零政策 呼吁感染民众要积极吃药治疗 但对于国际间有些地区 已经开打的第四剂疫苗 倒是觉得还没有必要 北京严格建立冬奥闭环管理措施 想预防国外选手和工作人员 将病毒带进来 现在这个闭环之外 却已经爆发疫情 加上冬奥和春运 大幅增加了人员流动 与聚齐的几率 想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 现在挑战更加严峻 TVBS新闻与世音综合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东江的海底火山 在上个礼拜六爆发 而大量的火山灰跟蒸汽 喷入了空中形成殉状云 不仅是酿成了地震 还引发海啸 这也导致最大岛的电力跟通讯 都暂时的中断了 就连纽西兰日本跟美国等等 都陆续的发布海啸警报 纽西兰的总理表示 火山灰云还有6.3万英尺高 不排除还会有进步火山活动的可能性 恐怖海啸席卷南太平洋的东家王国 大浪一波接一波灌进沿海房屋 东家首都海啸浪高还达到1.2公尺 许多民众因此连夜逃难 导致马路大塞车 突然有海啸发生 是因为东家外海的海底火山大爆发 太空中卫星捕捉到火山喷发 形成的巨大殉壮云 现场看画面更震撼 有民众形容火山爆发后 瞬间白天变黑夜 事实上连地质学家都没料到 喷发威力如此之强 不只东家整个环太平洋都感受到海啸威胁 加州沿岸大浪拍打上岸 还有船只经不起潮水灌入 打横歪斜 而南美洲的秘鲁也记录下惊恐一瞬间 秘鲁这处海滩船夫连人 带船被冲上岸 现场游客第一时间还不知道 往哪里逃只能站在木制座椅 看着大水涌入 第二时间 人们开始移动 逃跑 走到这边 第三时间 全世界都被冲上岸 四时间 被冲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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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岸 这里当天也拍下沙滩民众赶紧撤离的画面 而在日本则响起熟悉的警报声 由于经历过311强症海啸 日本民众不敢大意赶紧避难 入夜后 鹿尔岛因此出现避难的车潮 就连警铃台湾的冲绳都发出海啸警报 据报道冲绳与纳国岛海啸高度达到20公分 大浪也袭向纽西兰导致港口大量船只遭殃 等于一场东加海底火山爆发 让环太平洋从阿拉斯加 美国西岸 墨西哥到秘鲁 智利 还有纽西兰 澳洲 日本等通通处在警戒范围 不过邻近的纽西兰最担心这件事 目前东加因为海底电缆受损 全岛断讯 卫星照前后对比 原本的火山岛一整块被炸到消失不见 而后续的火山烟云飘散也令人担忧 因为这类火山烟云内含有毒气体 恐怕导致周围降下酸雨 而纽澳目前也分别派出军机前往当地 除了了解灾情 也提供东加王国必要的协助 TV新闻综合报道 东加的海底火山喷发 导致海啸袭向了环太平洋各国 在秘鲁还有两人被卷走 就连台湾也测得了冲击波的讯号 再把时间交给一轮 在15号这天 美国跟日本都有发布海啸警报 不少人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过去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大家还历历在目 当时死伤非常的惨重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跟南太平洋的岛国东加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发生了海底的火山爆发 那东加在哪里 或许大家没有地理概念 其实他就在斐济的东南方 那其实距离台湾也蛮远的 对于台湾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我们有发布 收到一些讯号 你可以看到这三张图 一个是台北花莲跟台东的侧站 都有感受到冲击波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块 有一点小小的起伏 那到底冲击波是什么 跟海啸又有什么关系呢 气象预报员也说这个冲击波 其实就是指气压上下的变动 并非观测到海啸波 所以对台湾是不会造成影响的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讯息之后 真的是大呼好险 没有海啸发生 而这一回爆发的火山 是东加海底科马德群岛火山湖的一部分 它坐落在纽西兰延伸到肥济的地壳俯冲弹 由于这边的地壳十分活跃 火山在近年来多次的喷发 而这一回还引发了规模7.4的地震跟海啸 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0颗 美国在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能量 而且火山喷发出来的气体 包括甲烷跟硫化物会融入到水中 造成了水污染 会冲击到海洋生态 就连空气也是有毒的 2015年 东加海底火山大喷发 黑色火山烟尘冲破海面 喷上高空 刚好目击的旅客是连连惊呼 但让科学家惊讶的不止如此 而是喷发过后 在海平面上形成了一座新岛屿 就命名为红加汤家 红加哈派 从模拟的缩食影片来看 从2014年11月 陆续喷发的火山熔岩 把原本分离的两座小岛连在一起 直到喷发半年后 差不多定型 还吸引想一探究竟的地质学家 和探险客登岛探查 但这次在同一个地点再度喷发 让这座火山岛再次分开 更可能就此消失 其实在2019年时 东加就有一座火山岛 短暂出现过 这些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火山岛 都显示在我们看不到的深海之中 火山活动超乎想象的频繁 既然有这么大量的火山活动 人类肉眼都看不到 又该如何预防潜在的海啸灾难呢 透过高科技研发的探测器就能帮上忙 以长达4万公里的环太平洋火山岛来说 就有多达12座海沟 板块之间推起活动引发的地震熔岩都有可能引发海啸或是导致火山喷发 而这样频繁的海底火山喷发会直接影响海洋生态 像是火山气体甲烷或是流化物都会融入水中 但另一方面在海底热泉附近也是深海生物活耀的地方 在这海底热泉附近因为有大量的细菌生长 发展出食物链 让深海的虾蟹能够再次觅食 也成为海底火山独特生态系 尽管海底火山和陆地火山相比危险程度不尽相同 但是在对人类的危害上陆地火山更为明显 以拥有多座火山的夏威夷来说 民众对于火山灾害的警觉度更高 喷发过后的水空气可能都有毒性 而且随着火山灰飘散 受灾范围不断扩大 也成为了全球性的灾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